Hi 大家好 我是Miss Cindy so 今天呢 会跟大家讲解 什么是Enlashment 什么是Bumbbell骚乱 so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的slide so 今天呢 老师会跟你们讲 到底什么是Image 什么是Object 我们要怎样去找K 第一个是Phorm 5 Mathematics Optical Chapter 5 然后呢 是专专教大家 怎样去找Area of Object 怎样去找Area of Image 所以大家 只有5种Patterns呢 大家你要去了解 大家也可以做一个笔记去记录下来 让我们来开始 首先呢 今天我会跟大家讲解的 就是第一个部分 它的Formular OK 大家你们一定要记得 Formular很重要 Formular很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我们是什么 Area of Image Image等于K Square 乘以Area of Object 就是说I 乘以 I 你的Image 乘以你的Skill Project Square 乘以Area of Object 乘以Object OK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首先 我们有第一个图叫做Object 我们也有Image Object告诉我们的 它有15cm2 它的Skill factor叫做3 Skill factor呢 也代表着什么东西 代表着我们的K Skill factor也代表着我们的K 那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题目 它要我们找什么 OK Fariqlarsan Image 就是说我们要Find the Area of Image 我们要找回Image 我们要找回Image OK 来大家 Image我们用什么Formula 大家记住 I等于K Square乘以Object I等于K Square乘以Object 所以3Square乘以你的Object 你的Object叫多少 你的Object叫15 所以3Square乘以15 我们找到多少 9 因为3Square也等于9 9乘15 我们也等于135cm2 所以代表着什么东西 我们的Image 我们的Image是多少 135 135 了解 这个是第一种Pattern 好处Image 当第二个 我们要去找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图 OK 它要我们去找的是 Chariqlarsan Object So Find the Area of Object 我们要去找的是Object Formula 跟我一样 总之Formula 我们就是用这一个 I等于K Square乘以Object All right So第一个 Image我们知道了 叫做135 Image我们叫135 K我们也懂 它叫做3 代表着我们要去找回什么 我们要去找回的就是这一个 X All right 上来Image我们知道的 我们就放下去 So image是多少 Image就是135 K Square也就是3Square 因为K已经跟你讲了13 3Square乘以你的Object 你的Object是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要算出来 So 3Square也就是3乘3 3Square也就等于9 3Square也等于9 我要找回的是 9乘X 叫9X 我要找回X 怎么办 找回X的话 我们要怎么办 把这个9 都去前面 9都去前面 变成除 OK 从 都去前面 变成除 让我们找到多少 135 除以9 X 也就是等于我们的 15CM Square 这个部分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第一种情况 比较简单 找Image 第二种状况 找Object 第三种状况 我们要去找什么呢 来我们接下去再看 第三种 我们去找的是 Skill Factor Skill Factor 也就是我们的A 所以我们K正边 我们不知道 Object我们有15 Image我们叫135 那肯定去找回这个Factor Scala呢 All right So我们再继续看一下题目 它的Skill Factor 它的Skill Factor Chari Factor Scala Chari Factor Scala So也是一样 I等于K Square 乘以Object So第一件事情 Image大家知道了 叫135 K我们不懂 走写K Square Object我们叫多少 15 对不对 让我们来看一下 135也等于 K Square 乘以Object 15 我要找回K 这个15 我们就要丢去前面 15丢去前面 我教过大家 乘丢前去 变成了除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 可135除以15 对不对 135等除以15 也就是我们的K Square 像我现在 135除以9 你们找到多少 也就是等于 9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只是 单单的一个K only 我们要找K罢了 代表着我们的Square 要丢走 我们的Square 要丢走 出去前面 也就是Square Root 9 所以Square Root 9 也就是我们的K 所以K在这边 找到什么答案 我们的Square 这个Square 我们知道了 叫做多少 叫做Square OK啊 这个部分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第一种找Image Object 跟Square Square 可以跟得到 所以你们也可以 把这个 选择下来 然后你也可以 做一个笔记 看我们 还有两种Battern 这样两种Battern 的话 我们再继续看 稍微等一下 好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部分 要注意的事项 一样的东西 又是 I image 等于K Square 乘 Object 所以你们记起来 这个Formula 这个Formula 很重要 OK 将来我们看下第四个 OK 第四跟第五这一个 是时常在你们的 导致 最后一题会问到的 让你们去找回出来 我们来看下这个题目 要找什么 Find the area of shared region 我们要去找 代表着什么意思 我们要找的是 涂黑部分 我们要找的是 涂黑部分 就是这里涂黑的 好不好 我们现在要怎样找呢 一样 你的Formula 出来了吗 I等于K Square 乘以Object 大家注意 你的image 是整个的 你的image 是整个的 请问 你知道吗 image 整个 你知道吗 知道 但不知道 我们就要写什么 照样写回X 或者写回I 都可以 OK 因为这个image 是X来的 K 3 Square 乘以你的Object 15 所以来帮老师算一下 好不好 3Square 乘以15 也就是等于9乘15 刚刚我们在前面是不是有算了 所以也就是等于多少 135 所以大家 一件事情 你的image 整个叫做135 CM Square 你的image 整个叫做135 来 我要找回涂黑的地方 然后找回涂黑的地方 一个我们用什么来 点掉 硬是用大个的 点掉小个的 对不对 大个的 点掉这个小个的 Object 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 涂黑 将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找回那个 涂黑的部分 也就是 整个 8个的image 35 减掉小个的 Object 所以135 减掉15 这个Object 我们也等于多少 120 20 cm2 知道吗 这个120就是哪里的 Shadow region的 Shadow region 我们的 Gawasan Veloric 那一边 OK 所以这个 打猩猩 时常问到 这个打猩猩 时常会问到 跟接下去 第五题 第五题 也是一个 打猩猩 时常问到 这个呢 它是什么 我们叫做 Find the area of object 我们要找回 Object Tariq Kawasan Bagi Object 让大家我们来想一下 找回Object 不是用什么 我们的 Formula I等于 K square 乘以Object 对不对 这样我们来一起看 所以第一个 OK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就是 I等于 K square 乘Object 对吗 So image 我们 Shadow 我们的 Kawasan Veloric 我们知道 叫120 但是 我们不知道 Object是多少 有看到吗 120 加X 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 但是它又是在 我们的image内 所以120 加X 也等于我们的 Skill Fact 3 3 square 乘以你的 Object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写一个 X下去 明白 那么 120 加X 等于 3 square 乘 X 所以我们算前面 120加X 我们照样写 3 square 也等于多少 339 9乘X 也就是9X 然后 这个时候 我们要丢走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X 丢去后面 一样的 我们就丢去后面 那么 再来 120 也等于什么 当你的X 丢去后面 我们就变成了 减 所以9X 减X 全般 等于多少 120 等于 8X Correct 这样我们现在 搞到了 120 等于8X 我们现在要找X 所以我们这个8 要怎么办 乘 丢前去 and 除 对不对 所以120 除以8 我们就等于X 所以X 也就是我们的 15cm square 了解我的意思 这个是 第五种 Pattern 搞回 Area or J So far 这边 大家五种 Pattern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有不明白 可以在下方留言给老师知道 如果你们想要更加了解 可以来找梁老师 所以我们来 今天呢 这五种Pattern 大家要牢牢地记在你们的脑海里 因为很重要 然后呢 第一个 我们就讲完了 这个部分的一个part OK 然后 大家尽管地留守我们的 Idea Education Center 然后呢 XPM的Mathematic 我是Miss Cindy 如果要找我的话 随时可以PM Miss Cindy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